来 杨老师 有礼不再升纲了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说话 这谁家的日子还能过太平啊 你别看先生一来说我要和他离婚 其实你心里想的就是 我千万不要离婚 女士在那口口声声说 他空门特别特别不好什么的 他这儿不对那儿不对 其实心里想的是 我的老公我要和你过完下半生 你能不能好一点再好一点 你们是冲着想要把日子过好来的 所以虽然你们让人生挺大的啊 初心还是希望把日子过好 我先说一点啊 关于经济的问题 这家里是男人在管钱是吧 对 攒了多少钱 老婆也不知道 钱怎么花怎么分配 媳妇也不清楚 这媳妇脾气又急 急的就把钱往那个楼下洒 你说这傻不傻 怎么才能避免把钱往外洒 把家里的这个账公开透明 如果说男士比较会理财 比较会节约 善于管钱 那先生可以管 但是每年我们进进出出多少钱呀 大事小情啊 要和妻子商量 如果妻子有需求 协商着来 第二点 关于家务事 我觉得这个妻子做的还不错啊 那先生该干的家务活 你也得干点 不能甩手掌柜了 15年了 人家干了 你也该做做什么了吧 互相尊重对方的父母 他照顾着您的母亲 您也经常要给他的母亲嘘寒问暖 两方的父母都是自己的父母 要一视同仁 可以吗 那妻子我要跟你说两句啊 我觉得脾气要稍微的调整 我们自己就算做对了 脾气不好 脾气暴躁 那我们真的是功都没了 反而唠了一个 他说你唠唠叨叨 天天唯唯曲曲 所以脾气要调整 情绪要控制 这才能把以后几十年的婚姻 经营好 行吗 先生 可以 好吧 就这样吧 谢谢严老师 谢谢老师 离婚是吧 带哥 对 怎么分类着刚才说家产 都是我的 都是您的 都是我的 凭啥样 我一个人挣的吗 这家是谁管的 我一个人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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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打算 你会议 我一个人挣的 就是这样那种 是谁人挣的 是谁人挣的 我一个人挣的 我一个人挣的 你会议 你会议 我一个人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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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